你现在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来带大家了解到 正义性事件背后 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那我们在看 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要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的频道 也有Podcast 欢迎大家来订阅 随时可以收听跟收看 我们的节目其实 在这一两年当中 做了好几期 是跟人权有关 特别是跟疫情之下的人权 包括我们谈到的 社区的防疫 包括为什么有人 在这疫情之下 仍然要持续的抗疫 包括我们对于 苗栗县政府 以及台南市政府 在对于这个 疫情的监控时候的一些 对人权违反的部分 也还有谈到 在疫情之下的电子监控的问题 今天也要持续来跟大家谈 这个有关疫情的 这个当中的人权的问题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说 在台湾的移工或者是外国人 他们在这里疫苗施打的状况是什么 那还有一些不是这种有身份 有这个暂时的这个身份的各式各样的证明的这种所谓的无证移工或者是这个逃逸的外劳移工的状况 他们的施打状况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疫苗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权 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人权是有序位的 可是如果有一些跟我们一起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他没有打疫苗或是他没有权利打疫苗 那他对于我们的生活或是对于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人约盟的执行长黄一碧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话题 我想先请教一碧就是先简介一下你们的团体好了 就是你们的简称叫做人约盟嘛 那人约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然后为什么要开这一场记者会呢 周翔老师还有参加时光会客室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的执行长一碧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谈 有关于这个防疫跟人权的这个问题 那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真的名字很长 很难遇到就是团体的名字有比我们还要长 常常连我们自己的 公库吧 公库的名字 我都会认错 对 对我们自己的职位呢 常常都背不起来我们的名字到底要怎么讲 那好 那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呢 其实是在2009年的12月10号 也就是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呢 由台湾的这个民主跟人权的前辈黄文雄先生 他召集了40多个民间团体 所成立的一个新的一个组织 那所以我们跟人权团体 跟一般人权团体最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由人权团体所组成的 一个工作的这个平台 那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呢 其实是为了去监督 从2009年之后呢 我们开启了一连串 去把联合国的一些人权公约 引进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去监督台湾政府 在引进这些国际人权公约之后 有没有去好好落实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我们也会试图 会从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人权的标准 然后来去切入台湾种种的这些人权议题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人权公约实行监督联盟 最主要的这一个任务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权问题 我相信不是只有属于台湾 而事实上国际上面的各种不同的 这样的一种人权的问题 也会是你们所关注的 那当然这一次的记者会当中 也是跟人权有关 是跟这个移工施打疫苗 或者是这种无证移工施打疫苗是有关的 为什么你们要开这场记者会 当时的一些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好那其实这场记者会 除了人权公约实行监督联盟之外 那另外呢我们共同发起的这些组织呢 还包括像国际特赦组织的台湾分会 还有这个台湾最老牌的这个台湾人权 促进会 然后有台湾人权健康连线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还有桃园群众 这个以服务移工作为最主要工作内容的 这几个团体 那之所以会在那个时间点 去发起这个记者会 那最主要的一个触发点是 当时候就是台湾有一些像AZ 包括包含AZ跟高端在内的这些疫苗 都已经面临了这个极其 然后如果没有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施打的话 那等于我们很难取得的这个疫苗就会浪费掉 所以一个是说希望说既然疫苗的供应量是充足的 然后呢同时也考虑到就说 事实上在台湾有超过五万名以上的这些失联移工 又或者呢是来台湾寻求庇护的这些无国籍人 或者是外国人 那他们生活在台湾 可是却没有办法透过我们一般人取得疫苗的管道 能够去来施打这些疫苗 所以同时就是基于一个是从防疫的这个观点 不要浪费疫苗 然后同时进一步确保这些外国人的这些健康权 我们就是分别从这些角度 然后所以才有了那些那一天的记者会 所以刚刚特别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台湾的疫苗 其实在之前也面临到所谓到过期 但是实际上面活在跟我们一起在这里生活的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种 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状态 其实有一些这个包括吴正义工或是外国人 可能都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是没有施打疫苗的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说 在目前来讲这个台湾移工施打疫苗的状况 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所谓的移工或者是外国人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观念上面 甚至在过去的法规上面 都把这样的两种人是分开 我所谓的外国人大概就是一些 比如指的是白领吧 那移工就是特定的指在东南亚移民到 到台湾来工作这样的人 这两种人在这个施打疫苗上面的条件 或者是现况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好其实不管是移工或者是外国人 我们从这个卫福部才刚刚自己在11月初 所发布的一个施打的这个成果来看呢 就会发现说即便我们有69万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其实本来我们在台湾的东南亚移工 已经超过70万 可是因为疫情之后 这个人数有稍后缩减到69万左右 那根据卫福部自己在11月初 他们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质询当中 所提供的这个资料 目前这69万的移工当中 那有接受到第一剂的这个COVID-19疫苗的 大概是24万人 那我算了一下大概是35%左右 可是呢真的能够完成两剂施打的 只剩下4万人 那这样子在70万人里面 就差不多只剩下5.8% 可是我们来跟我们一般的国人来做比较 就是我们现在我所提供的这个数字 应该是有包括外国人的施打率的 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像根据昨天所发布的 就是现在以国人来讲 现在全部完成第一剂施打的 已经高达78% 第一剂现在全部的国人已经78 可是呢第二剂的完成率也差不多有六成 将近56% 所以这样一来往就会发现说 这样移工事实上只有不到6%的人 完成了两剂的施打 那国人的这个部分至少已经接近56% 所以这个里面呢即便说 我们是允许这个合法的移工来直接向政府来申请 来施打疫苗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施打的这个结果是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真的有需要去了解说 为什么即便是可以合法施打 可是为什么移工接受到这个疫苗的这个比例这么低 最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其实从台湾人本身的角度来看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本来在施打的顺序就有别了嘛 我们有分成不同的种类 那移工这样或者是外国人会分成哪一类呢 或者是说台湾人都还没有施打完 还是有很多 大概你刚刚讲应该还有20%几30%的比例 就是也是没有两剂都没施打完嘛 那移工本来排序在比较后 似乎是一个比较理所当然的状况 不是吗 其实我们的合法的这些外国人跟所谓的蓝领移工 一开始其实他们是会跟着我们的这些类别 一起来施打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如果你是在这个机构里面 担任看护工的这些移工朋友 他们就是属于我们长造机构类 那原先的分类是在可能是第三或第五类 那这些人本来就是可以跟着我们的国人 就是如果一开始你被分到 就是在比较前面的这些类别的话 我们是事实上是并没有区分 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优先顺序来施打 那所以说如果你本来就是顺序 比较前面的移工朋友的话 照理说你应该会跟着国人 用一模一样的顺序才是对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并没有本国跟外国的差异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所以其实我们在法规上面看起来 我们不是以本国外国做一个区隔 而是你的工作类别 或者是你本身的各式各样的属性 例如说大人还是工作人员或是年龄等等 那当然从你刚刚的讲度就是说 其实在排序上面应该是属于第三第四类 可是在实际上面整个施打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低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状况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移工 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的话 一块可能会是在家庭或是机构里面的这些看护工 那他们就比较有机会 特别是在机构里面的看护工 那他们比较有机会被排在比较前面的这个类别来施打 可是如果是在家庭里面照顾爷爷奶奶的这些长辈的这些移工的朋友 恐怕就是会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就是看他所属的这一个类别 如果像是第九第十类 那当然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这一个次序 那工厂来讲 我觉得大部分有问题的就是说 我们没有优先去把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这个移工 列为优先施打的这个对象 其实从我们后面后见之明来看 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些的疑虑 就是说我们可能只从他们的工作的类型来决定这个施打的顺序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说非常多的移工 其实他们往往生活的这个环境 并没有像我们一般人这么的好 比方说大家往往都会挤在很狭窄的这些 很窄窄的这些工厂的宿舍里面去群居 然后可能也没有顾虑到就说 我们的移工朋友往往特别是在厂牢的这个部分 可能都会在一些比较恶劣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在工作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防疫做的还不错 否则以国外的这个研究 像移工或者是难民跟庇护寻求者 像以欧盟的这些研究都会发现 他们比起土生土长的这些本国人来讲 要得到这个COVID-19的机会 是一般人的两三倍以上 那死亡率会高 对风险会高很多 他们也在东方要移动 或是在那个劳动的最前线 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上班 他必须要到那个实体的线上 所以他风险就会比较高 对没错 你看以新加坡刚开始疫情爆发出来 就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个移工的宿舍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算是幸运 不见得是做得好 像其实蛮多 其实当时候我们就有先主张 像这种比方说像在监所工作 比方说在监狱里面的收容人 或者是像移工这种 他们的居住环境是比较封闭 而且就是一旦感染 一定会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些人 其实应该要被列为优先施打的对象 这听起来蛮荒谬的 就是有点不可思议 你对照之前这个苗栗县的做法 或是有很多地方政府 他们可能考虑到说 哇这移工好像感染率很高 或者是风险很高 他的确刚移弊的说法 也真的是如此 感染者我面临的方法 他处理的方法就是把你隔离 或是陷阱 就把他关起来 而不是去施打 而不是去注射疫苗 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导致 对 特别是在 虽然我觉得 就是其实所有生活在台湾 这片土地上的人 每一个人的健康权 都应该要受到一样的保护 可是像在资源相对不足的这个时候 我觉得去区分他者 跟我们自己人的那个心态 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甚至会有一度 会有一点仇外这样子的一种心灵 对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还必须要再努力的 你刚刚谈的都是在这种移工 就是至少他还是在 他有一个登记的程序 或者是他事实上来这边 都还有一些 我们还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或是可能都面临到某种 一些管理的过程 可是你还有提到的两种类型的 一种就是所谓的失联移工 或者说可能也叫无证移工 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难民 他们这两种的外国人 在目前的这个施打的情况 或是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是能够去协助他们来注射疫苗的呢 目前可以说完全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是怎么去施打疫苗的 其实一直到现在才开放成 随时可以打电话 然后跟一个地方的诊所约好了 我就可以去 这个是在疫苗已经相当充足的 这个状况底下才这么做 那我们可以回想 就是一个月前 我们都必须要上网 去做相关的登录 那那个登录需要我们身份证的证号 以我们国民来讲 我们需要身份证跟健保卡 那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 他需要居留证上面的证号 跟健保卡的考号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的施联移工 一旦就是跟雇主不告而别 其他的居留证会马上就失效 因为就已经失去了 他在台湾合法居留的这样的原因 那也因为我们的这个登录的 这个系统相当的封闭 就是一定要只有这两种证件的人 才能够去上网登录 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失联移工 事实上是没有可以直接用来 上网去登录来施打疫苗 这样子的很合法的这些证件 对没有这些条件 所以现在可以讲说 现在在台湾是 除非你用什么不太合法的管道 否则目前是没有办法 让这些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 或者是无证移工 来接受我们的疫苗的施打 对 这其实看起来是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 但是不晓得国外的做法会是什么 或者是说 即使我们可能开放了这些 让他们来施打这些失联的移工 他恐怕也会担心 我如果暴露了我的身份 我会不会被遣返 我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除了讨论这个话题之外 疫苗出 我们刚刚看到是在国内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贫富的差距 会出现那个所谓的阶级的问题 在国际上面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昨天十三号上线的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同步开放给合法移工 还有持有拘留证的外籍人士来登记 但是不包含五万多名的失联移工 民众党立委赖湘林还有NGO团体就呼吁 政府应该要尽速将他们纳入疫苗接种计划 此外疫苗预约平台 目前只有中文界面 对于一般移工来说 也有操作上的困难 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有开放合法移工登记 但NGO和仲介都发现 找不到多国语言的界面 输入身份证号或居留证号 都可登记公费疫苗 意味着不论本国人还是持有拘留证的 外籍移工都可预约 但台中的NGO团体在平台上线后 请移工朋友实测 发觉只有中文界面 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1095文史工作室将网络上流传的教学影片 翻译成印尼文等语言 希望台湾人能多帮忙分享给周遭移工 仲介则表示届时移工各自前往医院施打疫苗 可能还是会有语言隔阂等状况 期待能直接造册 由企业统一带领移工前往注射 但以上的讨论都仅限于所谓的合法移工 台湾现在仍有五万多名失联移工在高山或屠宅场等缺工的地方提供劳动力 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和移工团体认为 失联移工也应该纳入疫苗接种计划 劳法署官员回应 放宽会牵涉本国人民观感 但像是长照机构或北农聘雇的失联移工基本上都采取专案处理以施打疫苗 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则强调已有许多国家不分合法无证移工一律开放施打 批评台湾的做法宛如在开防疫倒车 记者黄金王德鑫台北报道 欢迎回到灿难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翔 灿难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这一些事件背后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捐款 欢迎大家能够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你的每一笔的捐款都是让我们持续走下去的重要的力量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这个疫苗 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这一两年也做了蛮多 这个疫情之下的各式各样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11月的时候呢 台湾的一些人权团体召开了记者会 来为这些台湾的移工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失联的移工难民等等 来为他们的这个疫苗的施打的这样一个权益 来情意也揭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移工的疫苗的施打率 事实上是一个很低的情形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人缘盟的执行长黄怡碧 怡碧你好 嗨大家好 老师好 刚刚我们在上段的节目里面 其实怡碧也告诉我们在台湾这些移工 或者不管他是失联的或者是一个合法的这个移工 他所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那这也反映出在台湾这种施打疫苗的排序的问题 或者是他可能也反映出某种的阶级性的问题 可是这个其实也不是在一个国家之内 也才这样子 在全球其实也所谓的疫苗的富有国 有疫苗的穷国 那在其他国家他们的状况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疫苗的贫富差距的情形 会比台湾会有比较好吗 还是一样是很糟糕的呢 好 其实我们那天的记者会 除了进一步保障这个移工人权之外 其实国内以及全球的这个疫苗的分配正义 也是我们那天记者会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来看这个疫苗分配的正义 我自己大概会从三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各个国家自己去发展 去开发以及制造疫苗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这是一个面向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各国人口的这个施打率 可以来看到这个疫苗分配的这个正义的问题 那我今天为了这个节目才刚刚特别去看了一下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公布的最新有关于 这个全球人口施打率的这个部分 我先从两个面向来看 一个就先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地理区域 施打率的这个分布来看 那蛮令人惊讶的就是说我们可能都会以为说 全球这个人口施打率最高的可能会是在欧美 其实不是 现在如果以这个地理区域来区分的话 现在全球人口施打率最高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然后已经有高达百分之六十六的人 已经完整的接受了这个疫苗 那接下来才是美国美洲跟欧洲 可是呢像以西太平洋来讲 我刚刚讲已经有高达六十六percent的人 已经接种疫苗 可是呢非洲到今天为止 却只有百分之五的人 有机会接受到这个完整的 两剂疫苗的这个施打 那如果我们不用地理区域来区分 而是用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一个国家 分成高收入跟低收入或是中低收入这样子 跟中高收入这几个级别来看的话 那那个差距会是更吓人的 像在高所的国家 大概已经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 已经完整至少接受两剂的这样子的施打 甚至已经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准备施打 第三剂跟第四剂的这个加强的这个剂量 可是呢低收入国家到今天为止 只有百分之三左右的人 能够接受到这两个完整的疫苗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从这个疫苗的这个分配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个施打率可以看到说 现在全球的这个分布 非常的不均 然后另外一个会影响到 这个低收入国家去施打疫苗的 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特别是这一类的国家 它自己并没有去开发跟制造疫苗 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当这些有钱国家 所开发出来的疫苗 不愿意往这些低收入的国家运送的话 那能够就是真的是没有疫苗可以打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非常致命的 就是低收入国家往往缺乏去购买 这些足够的疫苗所需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费 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它有做一个估计 像我们目前在市面上比较 认为效果比较好的这几种疫苗 那平均一剂的这个费用 大概是从两美金到四十美金左右 那再加上运送疫苗 他们有粗估说 一个人要接受两剂的疫苗 除了刚刚我说的这每一剂 需要二到四十美金的这个费用之外 另外疫苗的运送每一个人 可能还需要再花个差不多四美金左右 那这对于有钱的国家来讲 根本不是问题 就是UNDP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有粗估说 其实对于有钱的国家来讲 你差不多只要再增加 百分之零点八的预算 就可以让全人口当中的百分之七十 都能够接种到疫苗 可是对于这些低收入国家 他们每一个人每年 大概只能分到四十一块美金的 这个卫生相关的费用 你现在要让这些百分 让这些国家的百分之七十的人 能够接受到两剂的这个注射 那等于说这个国家必须要再增加 相当于百分之六十的总体的 这个卫生的这个经费 那对于这些比较弱势跟贫穷的国家来讲 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笔的一个费用 所以这个也会导致说 现在有个非常严重的 这个全球疫苗分配正义的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非常有钱的国家 在囤积疫苗 可是呢最没有钱的国家 甚至像我今天看普隆地 普隆地在全世界注射率最低的 他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五 百分之零点零五的人打到疫苗而已 这个听起来是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所谓不可思议的是 是说这样疫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疫情 其实是人都会流动的 人只要一流动 他就有可能会感染 所以今天你今天去存济这些疫苗 对自己可能会有点好处 也许你可以转换成生意 可是其实对你的长期来讲 未必是好处 因为人都会有动 人都会碰到 这个都不谈什么人权不人权的问题 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人会流动 所以这个疫情 如果你不好好的去把这个疫苗 做一个很好的分配的话 这个疫情恐怕也很难去结束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都应该是要 从一个现实的角度都应该被考量 不见得是谈什么伟大高尚的 这个人权的这个面向 那在国际之间 例如说国际特色组织 其实也面临这样子 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也提出了一些 怎么去解决 贫富不均疫苗 贫富不均的一些方法 例如说他们发起了 这个倒数100天的行动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行动 那台湾有加入到这个行动当中吗 好 其实这个100天倒数的 这个行动的背景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然后还有这个WTO 世界贸易组织 还有国际货币基金会 这些国际组织呢 他们事实上在8月底左右呢 设下了一个全球 施打疫苗的一个目标 首先第一期的目标 是希望在今年的年底 也就是12月31号之前 希望全球每一个国家的 接受到完整疫苗的施打率 可以达到70% 40对不起 在今年年底 希望能够达到40% 然后到明年的年中 是第二期的目标 就是希望全人口当中 每一个国家的全人口 可以有70%的人 施打到疫苗 那后来国际特资组织 就这样算了一下 就说如果要让每一个国家 特别是那些发展中 或是低收入的国家的 全人口40% 都能够达到疫苗的话 大概还缺20亿 那所谓的100天 所以他们在9月22号 也就是离12月31号 刚好剩100天的那一天开始 发动了这个倒数100天 要求各国政府 特别是那些有钱国家的政府 然后以及现在拥有这些 最主要的主流疫苗的这些药商 能够发挥这个团结 以及正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能够透过国际合作 以及或者是说去分享 他们的智慧财产权 然后让比方说让这些 没有能力发展 可是却有能力制作的这些国家 能够就地制作 他们所需要的疫苗 这样子的方式 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 完成这个有生出多余 就是多生出20亿的疫苗 好让所有的全人类 各个国家的人口当中 都有能够有40% 能够去施打 那台湾有没有参加 其实国际特资组织 作为一个全球最重要的草根人权组织 它一部分的诉求对象 是在我刚刚前面讲的 各国政府跟这个大型的制药公司 可是另外呢 它也在全球发起了一个 人人协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希望能够去敦促这些制药公司 来尽快地开放他们的智慧财产权权 又或者在不开放智慧财产权的状况底下 能够把他们的疫苗 用比较用成本价或怎样的方式 能够让这些比较贫困的国家 也能够买得起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活动 我相信是有蛮多的台湾人 有共同的来参与 那另外国际特资组织的台湾分会 当然也为了这个活动 比方说像在我们的记者会里面 就有特别说明这个活动的 这个精神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这个 各个别公民的这个力量 然后来催促这些制药商 能够来响应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所以我们也只要上 国际特资组织的网站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怎么去写信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吗 对 没错 而且他已经都设计的很好了 他已经都帮你把那个 你的诉求内容已经都写好了 所以你只要提供你的 email跟你的姓名 他就会自动把你这个姓 就寄给这主要的这四家药商 对 OK 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听众朋友 等下你听完节目 其实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小小力量说 你就会促成一些的改变 那回到台湾的这个状况来看 这个移民署曾经也推出一个专案 叫做外来人口安心裁剪 防疫的专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是要去解决 我们刚刚在上半段节目谈到的 这个失联移工的问题 就是所谓施打的问题吗 那他有什么样的成效 或者是实际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好 其实就是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内政部移民署 在前几个月推出了 这个外来人口安心裁剪防疫专案 那他的名称就是 从名字的看得出来 他其实只有处理到 那个裁剪的这个部分 而没有跟疫苗的施打 扣连在一起 那这个计划最主要的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来鼓励 不管你是合法 或者是已经失去合法 这个居留身份的这些 所有的外国人 或者是失联移工 都能够主动到这个 各个县市政府所设立的 这些筛检站 来做这个快筛 看看你有没有出现了 这个COVID-19相关的这个症状 那在这个专案计划里面呢 移民署特别承诺说 这个计划呢 是以不收费 不通报 不查气的 就是不查处的这个方式 然后来鼓励这些移工 能够安心出来 至少先确认自己 并没有罹患COVID-19相关的这些 就是并没有染疫就对了 可是呢 就是虽然在全国各地设置了 非常多的这个筛检站 可是根据移民署的这个资料 大概目前可能 大概有一万多个人 出来参与这个筛检 可是他们并没有提供说 这一万多人里面 多少是合法的这些 移工是外国人 那又多少是所谓的失联移工 这个数据 我们是没有的 对 可是他就不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筛检计划 而不是一个疫苗施打的计划 所以疫苗施打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 那其他国家呢 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有 这种无证的移工 或者是也会有这一种难民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也就是没有 没有身份证的这个外来人口 他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他们就是早早就有意识到 像刚刚其实周翔老师 已经再一次强调 事实上只要没有 只要没有 有人没有打到疫苗 其实呢 就没有人是安全的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像这一次就是在北州南部 所发生的这个新的这个 Omicron的这个变种的 这个COVID-19的病毒 那就有一些的这个防疫专家 就是说 就是因为在非洲南部 绝大部分的国家 都没有办法有疫苗来做施打 那虽然疫苗本身不会直接阻断 这个传染的路径 可是呢 它会让传染力大幅的下降 而且染上了这个COVID-19 也不至于就是发生这个 重症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从这样的例子 就会发现就是说 当你这个疫苗 施打率越低的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越容易 发生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异 所以其实很多的 国外的这些国家 或者是人权团体 早早就意识到说 只要有人没打 就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个部分 所以早早就推出了 有包括让无证移工 难民或是无国籍者 甚至庇护寻求者的 这样子的一些 疫苗的施打的计划 那有一些做法 我觉得还蛮值得效仿 比方说 可能让这些无证移工 出来施打 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担心 出来打就顺便 为了打疫苗 就会被送走 对啊送走啦 对所以反而他们会 优先侧重在说 身份已经很确定的 这些人 比方说哪些人 哪一些无国籍者 或者是那个 失联的移工的身份 可以很确认 那就是已经被 收留在这个难民中心 又或者是 外国人收容所里面的 这些人 往往会成为 其他国外的 这个政府 作为优先施打的 这个对象 然后另外呢 也为了这种 就是为了夺管旗下 去鼓励这些 没有合法证件的移工 能够出来打疫苗 所以其实很多的政府 会采取不一样的手段 比方说有一些政府 会采取非常宽松的做法 就是呢 他允许 这个地方型的 这些诊所 去接受 没有任何 没有拿着任何证件 就走进来说 我要打疫苗的 这样子的人 这是一种做法 就是这种walking的 就是你就是 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件 就能够轻松打到疫苗 可是有一些政府呢 会采取 比方说 多管几下 首先有一个部分 是直接跟人权团体 或者是这些 外国人比较能够 信任的这些组织 这些组织有可能 包括人权组织 福利组织 或者是甚至宗教组织 等等等 就先跟他们合作 然后呢 选择在这些人 比较容易出没 或是聚集的 这些地点 然后呢 专门去 例如很像我们的 这个捐血车 或者是巡回车 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就让他们直接就近到 这些地点来 施打 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种 不太一样的 做法 那我目前看到 最积极的 其实是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境内呢 有非常多 就是从委内瑞拉 非法入境的这些 不管是移民 或者是移工 像哥伦比亚 为了鼓励他们 能够安心出来 施打疫苗 或者是采取重要的 这些防疫措施 就直接提供给这些移民的 十年的这个身份的保证 就是如果你出来 接受这些疫苗的话 我保证你十年之内 不会把你遣返 然后也有一些的做法 有点类似 就是比方说 有很多这个难民 他们现在正在 跟某个国家申请一个 比较稳定的这个居留身份 不管是永居 或者是合法的这个居留 那有些政府就采取说 让这些本来是pending 还悬而未决的这些 可是已经递出了 这个申请文件的这些人 都能够一起来施打 这个疫苗 所以现在其实各个国家 都有不太一样的做法 那瑞典的话呢 他们就是由他们的卫福部 就直接跟这个瑞典的 这个红十字协会 就直接合作 那这个红十字协会 为了保护这一群人呢 他们还就开发了一个 跟这个一般的人 来做疫苗施打注册系统 有别的一个独立的注册系统 然后来让这些 不具备有合法居留文件的 这些人能够上网登录 然后来注册 要来施打疫苗 所以其实不同国家的做法 还蛮不一样的 你刚刚举的这些做法 都非常非常的具体 就是如果从我们国家的 这行政单位行政能力 看起来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这样一个想法 他都没有在我们的行政单位 在我们的移民相关的单位 或是卫福相关的单位 去做这样的一个实施呢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回到很多的民众 也许有些民众也许会觉得说 那你们这些就是非法的嘛 然后非法了还要打疫苗 我们疫苗特别是在前一阵子 又不够用了 那给你打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觉得有时候是会面临到 这种观念 或者是一些想法的问题 这要怎么解决 为什么我们政府做不到 那民众如果有这样一个想法 有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 那怎么办 我想先回到政府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感觉我们的记者会 还是有发生一些的效果 就是像前几前几个礼拜 就是记者会后 我到移民署去开相关的这个会议 然后就有遇到这个主管科的这个科长 他们就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现在就是在等防疫中心规划 如果一旦规划好之后 类似的方案很可能就可以很快来推出 特别是先前 其实最早提出说要让失联移工来施打疫苗的 这个其实早在今年年中 就已经有立委跟一些移工团体提出来 可是在今年年中 那时候疫情很紧绷 然后我们的疫苗的这个数量 也还不太够 那都是会觉得 那我们应该要优先照顾 我们自己国人的这个思维底下 所以移工当然就不要讲失联移工 他们的顺序可能就会被放在蛮后面 可是现在既然疫苗的数量到位 我感觉虽然我还不知道具体的计划 可是我认为台湾政府是应该会 好好的去思考说如何来做这件事情 特别是说其实我们过去 有非常多类似的计划 比方说我们曾经有这个 艾滋感染者的这个安全使用证据的 这些检毒的计划 其实政府是非常有经验 在既能够维护这些看似 就是有点触法的 就是违反某一种法规的这些的人 能够兼顾他们的健康权的这个状况底下 事实上推出了蛮多成效不错的 这个公共卫生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 政府是事实上是有能力 这么做 那就是看那个时间点 到底要放在什么时候 可是就我所知 他们应该是有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 那回到国人的态度 其实我真的要很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想想看这些 我们现在有五万多个失联移工 那难道他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是隐蔽在山林 一室独立吗 当然没有 他们都在哪里 他们都在我们的家里 事实上他们虽然 而且实际上都在帮我们工作的一群人 没错 他们现在就是散步在全台湾各地 仍旧持续在服务台湾人 那他们仍旧跟台湾人的生活 是非常的密切的联系 所以就算我们不谈人权 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安全 跟公共卫生讲起 也是需要他们都能够尽可能的出来 施打疫苗 那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的家人的安全 不是吗 我想这事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想人权是普世的 这普世的一个部分就是 不只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基本的人权 而是这个人的人权是跟你的人权是有关联的 就是这个人的健康 跟你的健康是有关联 这个人如果生病 他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生病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普世的价值 但是他可能也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须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谈人权 为什么要谈这样的一个主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刚刚听到政府如果真的是蛮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是没有问题 那当然也是期待在这个疫苗 或是在整个的这个疫苗的这个处理的状况底下 应该是可以更快的脚步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靠着我们的对外的防护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对内还有很多很多必须要去处理的部分 那也需要去解决的地方 非常谢谢宜碧来接受我们的防护 让我们更了解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